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我叫做Dylan Behind the camera 是Kelvin 所以我们今天又做一个很不一样的video 就是我今天会做一个man make up的video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每天就在拍YouTube video 然后我们观众讲我的脸很丑 所以他叫我去化妆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video用in to it man in to it man 是一个新的make up collection for男孩子 这些都是我自己在Watson 这边买的 没有人赞助我啦 你们有人要赞助我的话也是可以的 在email下面跟我们讲 send一个email给我们就可以赞助我们了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啦 我so far只买了它整个collection的两样东西 就是一个foundation 跟一个concealer 一个来讲大概要码币25块钱到26块钱 大致上是这样的价钱 所以这个是25这个是25的话就已经50块了 然后我另外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介绍我这个eyebrow pencil 这个是by silky girl ok 所以这个是silky girl的eyebrow liner 跟powder 所以我已经有看了一点 YouTube video来学 大概大概怎样用啦 我是没有用过 所以今天在这个video 就show给你们看我怎样做咯 看我怎样做咯 会不会失败啊 会不会变得比较好看啊 就我们等下再看啦 然后 我有在shopee 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 sponge 这样 beauty guru来讲呢 他讲你要先把 你的sponge弄湿先啦 大概噴一下 给它会湿 湿了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开这个 Foundation 这个Foundation 它的code号码是 MOQM02 Sand Sand是SAR的Sand 我这个也是大概大概在店那边 随便选的啦 然后这个是 concealer 在那之前 你们喜欢我们这个video的话 记得like我们这个video 然后记得要subscribe咯 subscribe了我才够钱去买 这些东西 所以咧 我们就用 这一个 Foundation先啦 这个Foundation 15g 不好了 15g 我说大概25块这样 好像有点贵啊 很轻啊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这样 变景 我们试一下 那一种以后 Intuit 会sponsor我 把它挤在手上先是吗 OK啦 它颜色是跟我的颜色很靠近 所以我就先拿一点先 然后我拿我这个sponsor 拿一点啦 点这样 其实你们看我的脸 我这个皮肤咧 它是墨土 I think 以前是很油啦 但现在是很 sensitive咯 一点点一点点东西 我的脸就红了 然后会有点脱皮脱皮这样 如果你们这边看得到的话 这里 鼻子旁边 会红红 然后 这边也是会红红 然后脸 其实我的皮肤还蛮差的啦 全部都是 很多毛孔很粗这样 OK 不要讲这么多了 我现在就试那个foundation 不错啊 颜色好像蛮刚的 是吗 我问这个Kelvin 会均匀吗 好像OK哦 好像OK 这个 这个颜色跟我很像蛮刚的 看得到我红红点吗 很像被遮掉了 我这边 你看我的皮肤 都是在脱皮 我的皮肤 好像一直 不刚 这样 这边有一个红红 Pimple Sky 应该 看一下我点得掉它吗 点不掉 接下来我就用 concealer 像PotoShop这样子 不见见了 不见了 这样不错啊 Into It Man 我Email在下面 这样够了没有 我也不懂够了没有 黑眼圈会有一点 喉咙应该也是要 不然给它脸白白 我不知道 我考到我的脸 脸白白 然后喉咙那边 chocolate 色 让我把颜色拉下来 你们有看到我这边白白 这边脱皮脱皮这样吗 还有这边 也是脱皮 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 还是我的皮肤真是太敏感了 OK 我再加多一点 Foundation 我又挤在我的手上 这里 这里 OK OK啊 很像不错啊 很滑哦 不会 真的是 你很像没有 涂东西这样的感觉啦 feel不到啦 开了啦 就 就先这样啦 所以现在很明显是 我眼睛这边旁边是 黄黄这样 其他都比较白了咯 所以我们现在试一下它的口袭了 这样我这些不是浪费 不要浪费啦 涂完它 什么 Much later 哈哈哈 哈哈哈 Much Much later 好像没有晒过太阳 这样 很白吗 很白很白 没有很白啦 哦真的咧 怎么办呢 我这个脱皮的地方 它现在是很明显 看完咯 哦 你看这里 眼睛上面 这边的 这个叫什么地方 中间 还有我这边脱皮的地方 现在很明显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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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关它先 我们试一下 它的 concealer 已经有了哈 应该有了咧 从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它们是放在哪里啊 眼睛下面啊 哦 哦 好像很orange 不一样颜色 我买错 哦 这个是什么颜色啊 嗯 它的barcode那边有写 它叫natural OK 所以很像这个颜色 比较orange 很明显哦 所以我看一下 我们弄得到不见吧 眼睛要闭起来 哦 弄到我上面了 哦哦 哦 弄到我的酸眼皮 弄到我的眉毛了 我拿纸来骂一下 这就是天然的mascara OK了 不是 好像没有遮蓋到什么 有吗 等下看一下 before after 哦 I guess but 变到我的皮很像那个 蛇皮这样 不是那个蛇皮啊 像dinosaur皮这样 一搞一搞一搞 我们讲的 菌裂 菌裂 一粒一粒一粒 好像一片一片一片的 怎样讲啊 我不知道怎样讲啊 很明显哦 远远看的话 看得出吗 如果有多远一点的话 看不出啊 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灯光 然后很靠近 可能呢 我其实这样镜子 这样看的话 是很明显哦 我这边的脱皮的 我在 拉掉那些脱掉的皮 可能啊 我这样弄上去 弄到那个脱掉的皮 不见了 那么我这边会脱皮 晒到太阳 三分 因为我们爬太多山了 可能 我们又去瀑布叻 看我们前面的视频 我们有去 沙坡 然后我们又有去爬山 所以可能 三分叻 然后皮弄掉叻 OK啦 算了啦 不要管它 所以我们现在来弄那个 眉毛 眉毛的话 我会用这个 Silky Girl Silky Girl Eyebrow Perfect Brow OK 然后这个是什么颜色啊 Dark Brown 02号 2号 Oh no 它的粉在这个里面 哦它的粉就是在这个里面 就在这个 笔盖里面 所以 我有看视频是这样点点点 OK啦 Pon Sanjak啦 反正没有去哪里嘛 现在 呃 我就 外面先啦 蛤 很明显啦 很明显叻 我来Color啦 我不要点啦 OK啦 不错啦 我觉得 现在Kelvin在后面那边笑 怎么叻 我看过去很OK啊 OK吧 我第一次来话来讲 这么美啊 不是啦 这么帅啊 10分之后 呃 我现在有 remover啊 你看啊 我是蜡笔小兴 妈妈妈妈 姐姐姐姐姐姐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 Instant Makeup Remover 这个是一个 Return Legacy的啦 所以我们试一下 Return Legacy有要找我做代言的吗 他们的女孩子是这样做的吗 这一边他OK 这样啊这样啊OK Sposor 一下 Sposor 一下 然后我来试试看 抹掉我这个眉毛啦 所以现在这一回普通了 现在 我们又来玩这个 天笔 比较好看 均匀啦 打开啦 看得出啊 还是比较黑哦 这边 所以每次那些女人要化妆 化这么久 你知道为什么的啦 我们拍这个视频 现在已经拍了30分钟 而且我只是用一个 Foundation 一个 Consealer 跟一个 Eyebrow 他们女孩子的话 不是更多step 所以我们会明白的啦 为什么女孩子 做这么久 哦 不一样勒 眉毛是很难画的 哦 不错耶 很像很Smooth这样哦 因为可能也是灯光啦 然后很瘦哦 哦 相机拍的话很美哦 我会把这张相片啊 直接 Upload去 我不要放Instagram了 拍谁 应该没有人讲我很丑了 好了啦 别做了啦 我们等 专业化妆师来教我们 OK啦 我们现在直接做一个 Review 给你们看一下 Foundation来讲的话 是蛮OK的啦 它也是很滑 它是Oil Control的咯 Oil Control Liquid Foundation 如果你们身边有朋友 男孩子也想要化妆的话 就Send 他们这个video 然后叫他们去买这个 Into It Man 去晚餐的时候啊 可以用啦 脸比较滑一点 有拍照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地方啦 我第一次来讲 第一次换那个眉毛来讲 是 不错啦 Eyebrow 可以啦 不错看啦 OK 所以 如果你们满意我这个妆的话 就在comment那边讲一下咯 所以喜欢我们这个video 就记得 like一下 subscribe一下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video 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收看 Song Khan Thank you Goodbye Bye